高端延長有效期限到七個月跟八個月 那這個有效期限還是指揮中心做算 會覺得這樣有點遲 唉這高端真是讓大家 那77萬的相信參與的人 當然他們不是都要出國 但是你現在出國怎麼只剩下四個國家 甚至只剩下兩個國家 就是當時我們苦口薄心講 都不聽 我們支持國產疫苗 但是還是要叫保來 按照步驟一期二期三期 你該做就做嘛 那不聽 然後現在果然就是這樣啊 人家國際也認為你第三期沒做啊 所以不跟你EUA啊 不承認你啊 那 全都你指揮中心說了算 你要四個月就四個月 你要八個月就八個月 你要混打就混打 通通你講的算嘛 但是可憐這些打 已經打過兩劑的人啊 今天打第三劑第四劑 會不會有什麼副作用 不知道啊 會怎麼樣也不知道啊 這麼信任你 相信你 弱了這樣的結果 你真的對得起他們嗎 你好意思嗎 你蔡英文好意思嗎